從草創的階段我就開始參與 開始是有史維亮老師 他是郭台教的團長 然後他要我在雙十開始任教 我大概開始任教是管學合照的課 我們從樂器不全慢慢開始帶起 經過四四年來 我們培養得出蠻多優秀的學生 這些學生騙滿全球 也是現在雙十有很多第二代的老師 也就是我們當初訓練出來的 然後我們也曾經帶他們到 美國的紐約領克中心 或者是維也納的愛樂廳的黃建廳也住過 所以我們有非常揮煌的成績 而且我們常常每年度都參加音樂比賽 都非常好的成績 不只是拿到地名 都是還是有退偶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當雙十人是一個 我一生在這邊很驕傲的一個時刻 這樣子 當然因為我們這個是三年制的 所以每一年都有新陳進來 在這個訓練的過程當然是每一年都要重新進來 再重新調整過 這是比較難的地方 因為當我們訓練好的時候 比賽晚的時候 又是一批學生要畢業 所以我一直在接受這個不斷的挑戰 也非常感謝學校的支持 然後一直配合我們 所以都一直有很好的成績 雖然每年都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各位雙十的校友 留生歲月歡慶世喜 我們學校成立從民國62年音樂班到現在 剛好今年102年滿了四十載 前一陣子因為五月天的演唱會 在學校的前面舉辦 那我也想到 讓我們在這個四十週年歡慶的時刻 來辦理一場音樂會 校長在這邊呢 歡迎我們的校友們 還有愛好音樂的這些歷屆指導的老師 師長們一起回來 來我們學校裡面 在十月份入秋之後 來歡慶我們度過四十年的歲月 林文藝老師從創團開始到現在 一直都在本校服務 目前也是擔任我們學校首席的指揮 兼我們所有樂團的小黎琴的指導老師 那在這段歲月裡面 個人非常感謝 從歷任的校長到歷任的這些團長 還有我們所有傑出的這些音樂的校友們 為我們的音樂這個領域呢 擴展出一片雙十的天空 在我們雙十的音樂班 歷年來的比賽 其實各位都知道我們在 音樂比賽裡面是永遠不醉 都是保持在領先的地位 在中部地區甚至在全國 都有非常良好的成績 在那一段辛苦的練習的歲月裡面 校長在這邊邀請大家 重拾起你的琴 你的樂器 像我剛剛一樣 帶著你的琴 帶著你的樂器 一起回到雙十 來參加我們這一場 留聲歲月歡慶四十的音樂會 在這邊再一次的誠摯邀請 所有的校友跟師長 回娘家 我們十月二十六號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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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